好,來到我們的奧魯1516年初賽的 Pass Paper 我會由 MCE 開始先 好,這題第六題 With X 希望大家記得,就問同家拿 Input Y, X, Mo, M, Mo3 Mo 的意思就是取餘數 好,你會發覺這題其實 咦, Sir, X 是甚麼?通常會問 X 是甚麼來的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無論你 X 入甚麼數都好 因為我 Mo5 已經限制了他,只有 0, 1, 2, 3, 4 這幾個選項 所以,無論 X 是甚麼,你根本不用問 因為我走完這個括弧之後,只剩下 0, 1, 2, 3, 4 再根據 Mo3 即是說,我可以選的東西就是 0, 1, 2 這三樣 即是說,答案這裡只有 A 這一題就相對的容易 好了,第七題 A, B, C 為整數 通常我自己喜歡就是 拿一些數,隨便拿一些數 好,第一句 B 丟去 A 那裏 B 丟去 A 那裏 第二句, C 丟去 B 那裏 C 丟去 B 那裏 第三句, A 丟去 C 那裏 A 丟去 C 那裏 好,那下面誰對 在我任意舉一個例子都好 因為這條必定要為真 我隨便找個位置 A 現在是不等於 B 1 一定不對 D, A, D 都已經放棄了 然後, A, C 不對 A, C 有機會 B, C 呢 B, C 不對 所以呢 B 都不對 答案定回 C 了 那這些必定為真 這個最好就是 我隨便拿一個 solution 只要我找到一個 counter 是令他錯的 我便知道這個一定不是答案了 這就是第七題 好了 第七題之後,我們便會去到第八題 第八題這題 Long Integer 通常都是 A 是 1 B 是 2016 C 是 0 當如果 B 大過 A 的時候 我就做這一堆算式 好了 你也是跟之前一模一樣 你看到我們做這些數 好,讓我先拿一張紙 都是會 拿一些 pattern 出來的 找一些 pattern 出來的 譬如舉例子 都是記錄下變量 A, B, C 1 2016 0 B 現在大過 A 首先 B 減1 2011 A 加6 7 C 加1 好了 完之後 2006 A 加 6 13 C 加1 變2 好了 如此類推 當然了 你會見到的 pattern 就是 我 C 是不斷增加的 而 C 正正就是 B 減多少個 5 的次數 而 A 呢 就是呢 那個就是 A 加 多少個 C 的次數 現在 例如 A 是 1 嘛 1-5 乘 C 然後呢 然後呢 所以 不是1港 2016 -5 乘 C 然後 1 加 6 乘 C 好了 你會發覺 何時停止啊 當如果 B 2016-5xc 是小個等於 1加6xc的時候 我們就會完結了 這就是最基本的解決算式 將它調過去 2015 小個等於 11c c 即是 兩邊除11 插上去 即是c 要大個或者等於 2015除11 我們計算 2015除11 1 9 8 8 35 8 3 所以 答案 就是 我們要84 c84 這其實就是關乎了 我們數學上的 算式 算式的 究竟找不找到這個 pattern出來呢 即是找到這條式和這條式出來呢 如果找到的話 就用回數學的解難方法 當然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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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能夠判斷N是質素還是合成數 這個計劃 程序可能會有輸出 存在一個會導致 運行錯誤 的合法輸入N 當N是平方數 程序必殺出PRIME這個數 好了,我們看一看 第一個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第二個,程序可能沒有輸出 你要留意一下 這一句 是真是 當我走到這句即是有輸出 如果走不到的話,我走完整個法輪 我最後都會走到這一句 所以 B是一定錯的 然後 程序導致一個運行錯誤的合法輸入N 甚麼時候會運行錯誤呢,通常在我們現在接觸來說 任何數 除以零 就會有這個運行時的錯誤 但問題就是整個都沒有除數 這個是在拿著餘數 所以 C都是錯的 好了 然後呢 你問我在考試策略來說 我們就看看 喂 已經選擇了 這兩個是很簡單選擇的 只剩下A和D 我就先做了其他支 因為 你想一下,其實現在我都沒有詳細看過program的 已經能夠篩走了兩個答案 所以我自己就會在這個比賽上來說,我會首先 告訴自己 A和D 是兩個隨便選擇一個了,二選一的了 我現在不選擇 我做了一些 其他要我 很深入計的 最後真的不夠時間的時候 我經常都跟學生說笑的說 雜色仔 A和D隨便選擇一個 好了 我們當然了,現在我們這個當然要解題了 看看 Week的N進來 然後因為N一定是2或者1億 所以呢 有機會做到的 有機會就是 如果2的話就輕了 脫出了這個質素 如果不是 不是的話呢 看看吧 if N modeI等於0 I是什麼 如果N modeI等於0的話 譬如一個數 譬如一個10 我mode2 等於0的話 這個其實已經不是質素了 因為被2除了 好了 假設它是9來的 被2除不了 那麼 我就會 走回到for loop I變3 又被2除了 因為mode這個數 等於0代表被那個數整除 記住了 這個 代表 給這個數 整除了 好了 你會看到 咦 如果也沒有的話呢 舉個例子7 mode2不是0 mode3不是0 mode4不是0 mode5不是0 mode6不是0 mode7 都不會mode7 因為我根本上要N-1 所以不會行7 所以這個我就會 整程都走到這個合成數 告訴你 這個是質素 所以答案呢 這個 就是 A A 當然是否最有效呢 這個 當然 未必是最有效 但起碼可以做到這 而 SIR 我真的不懂 如果你英文好一點 你就會發覺 這個代表 質素 根本上不關這些數字 所以 其實答案就應該是A